是KT直接针对对面的一个雙C位 搬掉一个EZ 是的 之前采访的时候 那沙皇孤己也会被搬 采访的时候都提到过 感觉现在像是EZ啊 就成了BAN的本命英雄了一样 所以肯定要直接 对 BAN上接受采访还说到一点 就是说他比较 他觉得功能性AD来说的话 现在比较受欢迎 但是他比较喜欢EZ 是这个英雄比较好打输出 这个时候是搬掉了 慎 慎这个英雄在LCK SUNDA是第一次使用的 在这个赛季 暴女这个点其实值得一提的是 SKT的整个班率 他的暴女的班率是第一 他这次班是第一 这个赛季第十六次班 远远高于其他英雄 现在就说都只有五六次班 KT这边是直接把对面的一个 EZ加沙皇的体积 直接双双四双班 这开始我们完全不给你拿 吸取下一次比较教训 但是同样的话 放出来好多英雄啊 现在可以看到强势的点啊 对 吸血鬼和瑞兹都还在 吸血鬼 卡尔玛 而且颜鹊现在也还在 对 而且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啊 之前包括是Ban 包括是这边的Aero 两个人都会很喜欢 寒冰这个英雄 今天也放了 这一手寒冰和静 我觉得双方都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对面是搬掉了两个 A 第一寒冰是有机会可以抢一下的 呃 但是假如抢寒冰的话 Aero就可以抢静 然后再加一个给 卡尔玛拿布隆 所以他会抢血鬼 如果你这边不抢血鬼的话 Fly应该是会把血鬼锁下来的 呃 而且假如抢吸血鬼的话 贝克有可能会拿扇子妈来队 其实近期的话Ban的状态比较好 所以上来之后会不会先保一手 现在版本最强势的吸血鬼啊 吸血鬼现在放出来的话 确实太无解了 这个英雄只要前期不崩啊 所以说就很稳 那还是不要给机会了 对 直接吸血鬼放出来之后没法打 现在 只要Fly也非常善用吸血鬼 但是同样的话 两边打野今天也是比较为一点 就是雷克赛现在也在外面 雷克赛和蜘蛛双方都比较喜欢适用 雷克赛和蜘蛛的话 对于这边小黑布兰克的话 其实也还好 但是Skall的话就特别喜欢这两个英雄 对于布兰克的话 今天提到过 其实上他的牵局也是很喜欢 尤其在射手类打野比较强势的版本 这也是布兰克为什么可以一直坐在这个SKT的打野名单上 同样桑桑界的话 还有一手刀妹也是非常的carry 对 但是现在其实女刀的话不是特别怕 因为巨某也还在嘛 有杜克拿巨某打刀妹也不吃亏 现在的话KT应该是想先去抢一下AD 因为毕竟自己是搬了两头AD的 看下他们是选择近还是艾西 这两个英雄感觉就是我拿一个我拿一个 而且如果这手拿下来的话 最好我觉得还要把布龙给拿下来 因为对面是选近啊布龙 布龙也是哈扎莉最喜欢用的一个辅助 配合艾西也非常好打 那这手就不一定会选近了 中路方面我们看到飞克带的是急跑 那么十有八角这个蝎鬼也中单了 对对 这边的话之前这边布兰克是九筒啊 在打野战中非常的 现在还在犹豫 但是挖掘机和九筒差不多的一个功能性 是不是想两个都拿 但是在面对对面有布龙的时候 其实九筒如果是大招 就是对面反应快的话 你很有可能被防盗门给打掉 给吃掉 那进看起来是要锁 这个是一个无奈之拳 就是不想暴露其他东西 就是我先把AD锁下来 看你的阵容去搭配后续的两个点 因为其实也是无奈之拳 感觉现在除了进寒冰 轮子妈和EC这样的话 看一下这边的直接有雷克赛啊 可以今天让斯高使用吧 雷克赛可以用 而且支书也算是可以使用的一个点 而且最后可以留一手弗烂的康特匹克维扬 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拉克斯这边也是亮一下吧 只是给大家看一看而已 拉克斯上个赛季其实火过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大家都不用 感觉这个英雄有点太过摸奖流 就是拉克斯是Fly最早使用的 特别善用的英雄 这边看一下怎么选 既然在这楼亮的话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 应该不会拉克斯打血鬼 没法打的 拿个龙王 拉克斯只是出来驻驻线吧 拿个龙王的话 最后留一手上单的位置 千诀 那留给上单的Counterpeak 其实SKP这边也可以变化 就可以看看 如果你要单纯特着我上单的话 看一下这边怎么选嘛 现在我拿一手巨模 是打什么英雄都好打嘛 巨模当然是可以选的 只是说桑内他的蓝薄用的不特别多 虽然有用过 而且效果还不错 但是不一定会这么写 桑内的蓝薄确实大招放的不是特别好 他大招放的特别着急 鳄鱼 其实我觉得这手万斤有一点可以选个大了 卡尔玛加镜再配合一个巨模 就尊重版本就可以了 这张巨模是比较好打的 是 这张底细的话可以说有空伤害也足 而且的话 特别恶心人 对他们在野区那种加弹入口打特别恶心的 又能风筝里又能 就是打断就是隔断地形又能远程的控制里 而且还要加速 对还有刚才还有九层强开 所以你们叫我一点很关键 就是说桑内的话之前蓝薄用的特别少 如果你要单纯的为了限制这个巨模 拿一手蓝薄出来在线上烧烤的话 并不是很理想 啊 啊 见机见机还行 见机 见机是比较合大点 哎 右手瑞兹 上的话 要拿瑞兹去上路 啊 还是哪 这边最后也是给到了桑桑内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时间 他拿瑞兹阵容太脆了 他应该会拿一个斑塔 现在要选一个巨肉 对选一个那儿 双方阵容确定下来的时候 感觉都是要往后稍微拖一点 双方的发力期其实差不多 只是说SKT能够在中气的时候 依靠镜找一个机会 双方都是靠AD来打一个主要的控制 主要的先手控 是 原来AD的话都是可以有一个超远程的开团的一个能力 而且这边的话 一边是辅助方面 甚至起到一个团队的发动机左右 另外一边是可以正好的起到一个保护后排 而且是个不容的选择的话 对于镜的话也是一手防御 对 但是KT这边他们的这种优势 在面对血鬼的时候 没有太好的一个瞬间控制的英雄 就是血鬼进场的时候 是稳定可以打出一整趟出处 然后就是下雪吃 两个老台强队在班匹克上 都是不分伯仲之间的 都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且对方也是做出了应对 没有特别劣势的一个阵容 而且在每个点都可以打的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现在班匹克夜景结束了 我们很高相会 迎来的就是RN16LCK夏季赛的 在本周六啊 今天下午的一场焦点之战 本周的话SKT在过关了Tiger之后呢 即将面对的就是 号称下肢KT很猛的 这个KT Roadster 今天如果可以将他们再次展落马下 整个赛季双杀 对于KT影响也挺大的啊 而且这场比赛几乎就决定了 现在这周结束之后 六点一二版本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比赛日 那么第一名由谁来抗担 是的 我觉得这上来之后的 非常炫酷的开场 看我有点晕 哈哈哈 但是比赛现在正式也是开始了 双方一次排开 这是做了一个掩位 在基石天赋方面 双方都没有太大的比赛 只是Wolf这边带的比较保守 一般都是带雷霆的 看一下这边KT是想选择一个主动换线 布隆加艾西 RQ打一套 主要是对面这个双方的组合 进加上扇子妈的话 破格能力太强了先生 不想给他们对一个正常线 那看一下艾西和布隆有没有想去骚扰一下 因为他们也是可以就 闪现下去W的 但是SKT一个眼位明显很有想法 就是我插在一个 你就算从龙坑过来的地方 我也知道的一个位置 之前的话 在看NSH比赛的时候 呼黑特别喜欢使用龙王这个英雄 龙王的英雄强势期在于 就是他前期 游走去边路的干客 会非常的犀利 这边看到之后选择打三郎开 在左边我们看到Faker还有21个击杀 就来到了LCK 他生涯的第一千杀 第一千杀 撞一下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统计就是 杀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小狗 小狗应该是快迎来自己的一千四百杀了 这是C位啊杀人比较多 这个很有意思啊 其实Faker接下来很快将会迎来什么千人斩有没有 千人斩有没有 回想还有小学生啊 这边韩国也放手 小朋友 看来Faker现在是真的 本丝的年龄层数跨度也很大 全名迷科 脑哨松痴 这样的话上来之后 这边KT的双人组是来到了上路 而这边的话Bang和配合Wolf 也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发育 这样比赛 这场Faker的出装倒是挺少见的 因为吸血鬼这个英雄一般是不出不用血药水 而且第一件装备一般是出多兰顿之类的出门 他这个装备 鞋子的话应该是想在线上更好的去对抗一个龙王 因为龙王是蛮吃走位才有伤害的 你只要是一速够有他基本上打不到你 前期这两个人在线上基本上五五五开 就是注重线上的一个发育 看一下Faker怎么样能留住这边 让这龙王啊前期不能在边路干客的这么舒服 因为毕竟的话 龙王这个英雄在边路的支援能力的话太快了 但这一盘是一个换线局 在六分钟之前不会出现一个支援变动的情况 而且第一条又是一条土龙 双方感觉对第一条小龙的话应该也不太着急 其实Score有点伤 因为他第一个印记是刷在了下半区的河道前 那他这个印记是铁定拿不到的 对 这样对于一个千诀来说前期第一个印记拿不到还挺伤的 没错 这首Score拿了千诀也是想稳定一下团队 如果降头到后期的话 有一个射手作为在打野上DPS的一个支撑 而且因为自己的双C没位移 如果想保双C的话 选一个千诀算是不二之选 就今天刚才其实RV提到一点开局的时候说的很关键 就是怎么样了 吸血鬼一会儿进场的时候会留住他 吸血鬼的话必须要那种强控留住打死才可以 不能给他二次喘息的机会 否则他就会很恶心 而且Score拿的话今天选择NAR的话 在开团的实际上掌握的话 也要自己拿捏的更加到位一些 最近NAR 巨魔以及船长还有圣算是统治了上路 最近在LCK上路都是这几个英雄 在所有人都以为要选择上单刀妹carry年代的话 没想到这帮老肉们又出来了 对 这帮英雄打刀妹都可以打 是的 就与其我选择一个carry型的被你反carry 不如我们就肉起来 上单一起来弄 双方是选择把一塔推掉之后 现在再换线回来推另做一塔 Wolf在中路抽点前 菲可中路想回城 但是fly不让 双方上来之后目前为止 打野还始终没有出现在各条线上 进行一个gang 所以易血的话其实也没爆发 我前上天看了 前天那场比赛的一个重播 我看了一眼 这双方第一场比赛打得太谨慎了 就是SKT和Tiger 所以KT今天上来之后 也是不敢先上来之后搞事情 双方都是要前期稳得住 都还是在 就感觉第一盘是热身 热开身之后第二盘明显 这个技杀人头就开始多起来了 第二盘双方嗨起来了 40本手打了 46个还是48个人 第一盘这两边都还是一个换线的 一个换推的一个结果 现在先把经济扒起来 听一个中期吧 这个赛季的话KT格外的稳 他们喜欢打架 喜欢支援这套体系 现在也在逐渐的开始偏运营 偏发育这种套路上走了 主要这一盘双方选择阵容 也就是中期发力的阵容 都是22分钟到26分钟 是一个强势点 强势器 所以KT现在的战术多变化 对于这些队伍来说的话 也是确实有着下肢KT的魅力 他们之前的话 我还记得放松了一套 就是大家喜欢拖到30分钟 在打的时候 他们喜欢上了之后 在野区乱干你 然后干得你完全要被迫应战 我记得好像干Tiger那一场 打到虎宝外面就很痛苦 表示你半套路出盘 就最后一场 忽然拿了一场马尔扎哈 然后Tiger就有点萌 什么 这些是把瑞兹打得有点惨 对 库罗每次在中路 我又打一套被动 我好像上去凶你一套 结果被一仰指定在原地 一定男枪过来 一套就直接带走 一套直接聚聚 然后回泉水 近期的话 库罗也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感觉现在 他这个赛季的状态 也是整个Tiger队伍的一个 不太稳定的一个点 我之前看影片报道很有意思 今天因为上了之后 比赛比较沉闷 我看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可以 制造一个电竞的 韩版的电竞都兰特 都兰特不是最近 直接从雷霆跳槽到了勇士 就是为了冠军去的吗 就是说如果现在这边的 下一场比赛的smap 可以来到SKT的话 就会变成电竞都兰特 因为SKT的话 现在就像勇士一样 也是比较稳健 也是开个玩笑 继续回到现在的比赛 双方前期打得很稳 现在千决 慢慢开始控制上半区了 双方前期的一个换塔节奏 都算比较平稳 没有接触一个换塔 搞点套路什么之类的 就不让你换 然后我来 就是来套路你一下 托你个二头 你相信基本上资源 都是一样的 现在经济是一个 完全持平的状态 小龙的话前期双方 争动的欲望也不大 前期的话双方都是要偏发育 这边布莱克的纠通 也是刷了起来 这边可以说前期双方 双方都是看谁先 只要不出重大失误 双方就是平稳度过前半期 不过这一波的话 KT选择继续把L放在上楼 那这样的话去磨 这个时候如果上去跟他对线 下半区SKT是可以找 就是先动这条土龙的 是 因为下路兵线已经吹到二塔 而且自己的上单有TP 可以先行动龙的 我好像他们想继续压线 不想去开龙 我发现一个点 KT这边好像打大龙特别快 所以假如这条山龙 给他们拿到的话 他们倒是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透龙的表现 这就考验到 双方在视野上的布置 全局的一个掌控力了 我相信握握这么 这样老道的选手的话 应该不会给到对方 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抓死掉大龙 我还是要看一下双方目前为止 接下来的一个走向的情况 双方目前为止的话 经济基本上属于一个持平的阶段 但是在这一条单线的一个分配上 SKT是选择给到杜克 那KT是选择给到了Aero 那等一下上单正常对线的时候 纳尔的一个等级 会低于这边的一个巨魔的 纳尔一定要在线上稳得住 回到线上的时候 纳尔打巨魔的话也不会太吃亏 还好纳尔现在是可以在塔下空下线 是 SKT过来好像反一下蓝buff 这里是有真眼的 看到对面整个上外区都给控住了 Blank的 Blank是也发现对面有眼 这个小黑不会出意的 这个速度还蛮快的看一下惩戒 谁的 那还是一个Q加惩戒收掉 来迟一步 但是也学眼太多了 这两个 这两个扫描还排不干净 而且两个真眼他们好像路过的时候没有去看到 双方现在发育比较平稳 把双人路SKT双人路换到了中路 让飞可去下路带 这边还要保下自己蓝 这边SKT想进攻的话 艾希已经支援过来 这边艾希是有大招的 这个WF的一个血线 不是很高 这个蓝如果敢反的话 感觉要出事啊 哎呦 在头头里等着放神剑 对 还好 大招炸到了 直接用大招 反抢一个蓝 你有你的张良技 我有我的过强蓝 这主要是 你抢我的蓝 其实 SKT是可以 拿到这个蓝 他想给腐蓝 他想给腐蓝 现在给到了小黑 小黑刚才也表示 你抢我的蓝 我不会这么没脾气 在季中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坐在 就是SKT那边 其实我是CLG的粉 然后就买票 说不要心买错 坐在SKT的后面 然后结果 那个时候 我朋友问我 就是说SKT的第四个人是谁 他的屏幕闪得很快很快 就他的屏幕永远是在闪 他永远没有盯着一个点 永远是上路中路下路野区 上路中路下路野区 这么来回看 然后看了一下 就是Blank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这名选手他的全局意识其实非常高 他的切评率非常高 他的切评率几乎没有一帧 几乎没有一秒 是停在同一个地方 他是按筋算的 因为有的 我知道有的职业打野 他们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就是他是把他的所有队友 就是他是通过拉维基 2345 就是他把上单 中单下路分成234 就是他一直是234 237 切切切切 对他就是这样 他在野区里面 234 234 就是同时观察三条路的情况 就看哪一路一旦有一个机会 或者兵线不好的时候 他来反蹲一下 就是一个 他切屏不是点小提突切 他就是直接234一直这样切 一直这样切 基本上在世界级的这种 现在这种地位 鞭子打野上都会是进行 这样的一个大局段的一个护控 Score选择 率先开这条小龙 但龙库里面是有眼位的 所以可收拾一兵线在二塔附近 小龙的话也不敢去了 对方的话确实阵性保护的比较好 但是对面给的压力太大了 不敢下去 这个阵性实在是太完美了 这边五两个下去之后就是洋入狐狗 而且就算刚才想用大招抢的话 也有一个布隆举这个盾 所以没有办法 这样的话第一条土龙被KT率先给拿下 也还可以接受 不过就是会 按照刚才二位所说的话 可能会埋下个伏笔吧 看一下KT会不会在20分钟刷新了之后 是打一条大招 开了大招 起下冰 是 好像 可能是这一波之后回家就有 回家可能就有游梦了 因为这个时候开大清兵 感觉 有点怪 就起完要回去 那应该是身上有钱了 目前为止的话 补刀这个方面来看 Ficker还是领先了对方的这边Fly 不少的一个补刀数 毕竟龙王这匹英雄真的是好难补刀 打野方面来说毕竟天绝这个英雄刷比较快 所以Score是有一个小的领先的 是 但是在其他点位上SKT都有一个不同程度的领先 在中路幅度比较大 Fly也发现了 就前期你要不搞事情的话 我也跟着你一起刷嘛 我们都选择不打架的情况平稳发育 就是看谁可以先耐得住性的 双方中单都是在下半区 但这个时候其实Ficker的支援速度是没有Fly快的 虽然说双方都没有一个TP 但是Fly的一个跑突能力 是要比蝎鬼快多 我觉得好像是Fly有一次打蝎鬼这个英雄 就只要是上路一旦有机会 就是说上路机会哪怕不是很大 他肯定是往上跑的 对他直接开机跑往上跑 对 这人感觉贼变态 就中路直接开个机跑往上走 但是看Ficker这家伙怎么选择 Ficker现在已经到了边路 开始进行一个分带 因为蝎鬼的带线能 这边是跑过来找蝎鬼这条路 感觉分线上确实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 哎 哇这边一个E技能直接逼掉来了闪现 好稳 对这波他是怕布兰克交一个E闪 自己可能跑不掉 但是其实的话布隆在他脸上 只要是盾牌举到他身上 他是炸不回去的 对 只要主情上出手那一瞬间 这个桶是直接炸 直接没收掉了 就把他们往后炸了 也是比较忌惮 之前确实是布兰克的酒桶 用的确实比较犀利 还记得看来 刚才那个团的位置的话 肯定他是单吃过上一场比赛 Tiger的虎宝宝 对 下路这条线是空了 这个时候好像是准备争夺一下峡谷先锋 这个是让巨魔去找那儿 毕竟是要让TP的人去对到线 增的也是选择出一个冰锤 打一个近战的巨魔的话 出冰锤是可以各种缝针他的 有可能又是一个以前图龙剑的套装 对 巨魔加上黑切 一加速一减速 对 冰锤加上黑切 一加速一减速 这个效果 打这种巨魔是特别好的 对 双方现在大龙这个区域开始 都是布防一下视野 其实第一把打稳一点好 因为第一把稳了 之后第二把窗光就嗨起来了 很多时候就看第一把 前期打个二十多分钟 一比零或者零比零的人头 到第二把的时候就打出十几二十个人头 就考验心态 第一盘之后上个时候 谁都不想先犯错误 心态稳住的话 正好也是整个今天全局起势的一个阶段 其实Blank最近在比赛中虽然表现很好 但他的排位是大起大落 五天之前好像是一个八连贵 胜了一场又是个八连贵 对 然后就是赢战比赛之后 对 一个太阳之后就八连胜了 感觉这个 W盯住 阿湞在这边 举取盾牌往后跳一下 也没有选择把它当过来 毕竟有盾牌 你不好当 对方是个布隆 布隆确实是保护的 这边再一次开启大标 要耗一波血 血鬼上去 直接是硬抽一口红鹿 这开始还是说到 因为在拿人的时候 是艾希格布隆一起拿的 最后无奈的时候 再拿了一个进 因为没有什么其他英雄好用了 但是进这个英雄又被布隆比较抗坦 SG最近的一个打法 中期都是让棒在中间来发育 然后这边啊 这边要直接搞事情 要Rash龙速度 这边Rash到这个峡谷前锋 速度还可以 趁对面回程的一波时间节点 来抽这条小新锋 打得非常快 这边SG好像想抢 还到一波神剑 命中到WARF 这边Fly从侧翼插入 看这边WARF怎么说 一丝血没有死 但是那儿这个进场 这个位置能不能拍人 看一下这边上线过去 马上变大变大变大 这条Fly要往是反三八差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 Fly这个位置还有危险 对面已经包了过来三个人 只有一个三夹一 Fly没闪怎么说 RQ留下人 躲在UQ就这个W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哇这样的话 刚才上路这边 对方Fly且战且退 所以不再没有给菲克杀掉 而且还让菲克交出了性命 嗯 哇虾骨先锋引发的血案啊 然后纳尔TP的这个位置太好了 他是从对面的一个侧翼插过来 就是一个带着 大半怒气的一个纳尔过来 你这边只能选择跑 没办法打的 对第一是他TP的位置好 第二他怒气完美 而且那个位置 无论从哪里来都会有人 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哇 看一下这个剑最后还是被冰中 没办法 而且这波的话 啊打个下午先锋 还剩最后一次的血SKT 只能被迫硬 将在这个区域对方那儿 开心的不得了 B咚两个人 瞬间布兰克就跪了 虽然说九同这个大招 已经把对面后排全部给炸走了 但是没办法被控制的时间 如果上路这边的话 菲克刚才可以把弗莱丹吃掉的话 刚才也还可以接受 但是最后 哇这就是龙王的这个超高的时间 哇菲克这波 如果是用W 躲掉了龙王的大招 这边弗莱应该是必死的 是 嗯 感觉自从上次被菲克的 被菲克的沙皇教育之后 现在龙王 菲莱玩的是越来越好 嗯 之前还是一种小海域的那种龙王 现在别是中海域 好 这个位置 菲莱没有闪现很危险 一枪两枪 这边阿伞里帮忙挡一下 头是命中了 放这边 桑莉过来 这个位置没有大招的力气 其实A4这边的一个 雷安克 哎呀这边 花生雪池还要打 杜克冲过来 刘哈查理 目前为止的话 双方各换一个人之后 看一下斯维斯的一个扎素 凯小的艾伦里 这个位置很危险 直接是王命命A 菲克过去强行吸一口没吸死 此狂是扑出大招 揪起来的一个队友 棒子的位置有点太差了 菲克在里面收掉了对面 菲克全局 但是被晕住一个雪池 此狗的一个状态还不错 此狗还想换 哇 被此狗完成了一波收割 哇 这狗的话 对于FT来说的话 刚才这个团战 最后还是被对方KT 获得胜利告终 而且主要是刚才3v3的时候 棒的位置太差了 而且千绝开出一发大招 他们要打出一个足够的伤害 最后对面被对面给收掉 而且团战刚才这波开战之前 这边把一个核心的 可以有团战破坏能力的 布兰克摔天机杀掉 所以导致双方刚才是一个 打野换上三 而且弗莱没死 弗莱一直没死 这个团战的发起者是他 他是被开的 然后他一直没死 现在对于整个FT来说的话 有个最大的一个警钟要敲响 就是对方的千绝这一波肥 对千绝一波肥在两条山龙 是的 这太可怕了 这波最后还是没有收掉弗莱 然后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布兰克 这个英雄对于劲的限制 这波收到布兰克 之后虽然是换掉了对方的酸酸贝 但是接下来4v4的一个能力 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有艾希 在刻意不断地骚扰和消耗 还有布龙 这一场下来 我感觉SKD回到了季中赛以前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拉场阵线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的英雄选择 就英雄击杀选择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而且就这一波的话 是真的是 棒球飞客的一个位置脱节太严重了 他们双C位不能互相掩护输出 非常难打的 棒是处于一个完全跟队伍脱节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是闪现阻掉纳尔的一个W开晕的时候 闪现到了一个高台上面 然后自己的队友 再往另一个方向去追艾希 自己是完全脱节 现在只要看一下怎么样的艺术对方的打野迅速的发育成型 而且有六个助攻的这个龙 所以SKD在双方前为止可以接受的是 双方经济现在还处于一个差不多的阶段 完全没有被这边KT把经济给滚开雪球 只是这两条山龙对于KT是太舒服了 随时都有大龙被抓死的这个隐患 刚才SKD选择去 刚才这个阶段强行开这个 虾果先锋埋下的伏笔力量 波都是让KT讨到了好处 现在无论是千诀还是现在非常需要发育的艾希 都拿到了足够人头 装备出得非常快 对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们在团战中 谁如果能够Aero 他们能够躲掉Aero的这个神剑 然后在后面开刀开出一波不错的团 那可能还有胜算 只是现在再往后拖的话会越来越难打 就KT只要是让自己的艾希和千诀 能够站到一个方向输出 就是站到差不多一个一个 互相掩护输出的一个位置 千诀能够铺出大招 他们团战基本上不可能输 这两个点输出太高了 而且下来SKT一调 这边在团战的时候保住 这边想通吗 刚才好像是有一个想透的动作 来了来了果然是要Rust大龙 要通了要通了 二十分钟的时候直接开始抓死 这边不让人要发现 好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 过去一个桶子开下视野看到 这边龙还有四千点血 三千点血 怎么说 那儿变大了 这个需要 还有大招 还有一键射住 死龙之神的千诀拿到了大龙 而且飞客这个位置已经跑不掉了 哇 那边抽掉大龙之后 里面放了一个大招 能不能留住人 这个千诀突起大招 要紧继反打 这后最后一发再暴击是空了 好了没办法 只能让对面跑了 哎这个大龙 感觉blank和飞客上的有点急了 两个人沟通刚才没有time more 他们是想进去杀人的 他们想进去杀人的 哈刹尼血量确实很残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布龙 对面叔叔都还在 有点过于贪了 W没有定住 Q技能躲掉 这边圈对面人还没有来得及 过来的时候想磨杀中塔 但是对面大龙buff 感限的速度太快了 哎呦 这个大龙有点伤啊 大龙刚刚刷新 瞬间就被KT是真的是 按照之前 两条土龙的KT的阵容 特别是千诀 上一波团拿到了四个头 他们偷大龙是板上钉钉的 但是刚才的话 其实blank的这个反应已经很快了 对对面只在视野里面消失了五秒 就已经意识到大龙 但是其他的队友的位置靠的太远了 而且他是在正要回城 那个时候应该在逛淘宝的时候 忽然意识到 可能龙区少了一个眼 我会去瞟一眼 刚才其实他跟菲克两个人进场的时机 在拿捏的更加恰当一些的话 其实对龙的这边的抢夺力会更强一些 而且很有可能在完成击下 就或者棒的一个位置再近一点 就是棒能够在他们两个进场的前一秒钟 把大招开起来 先用大招打一轮破口 然后其实九筒和吸烟鬼拥有着打一个AOE收割的能力 但是没有放着一个大招支援的话 这个速度还差一点 再次遇到了菲克尔一个包夹之势 但是斯科一个闪现直接躲出了危险 这边哈查尼的话 手里有一个W 在等待队友的一个过来 这边一个W到队友身后 打招炸通了 炸撕了这里 就他炸的时候 哈查尼也是跳W了 没办法 就改变了炸的位置 中路带着大龙buff过来要推 蓝在中路守一下 但是拆打非常快 那这个应该是掉了 中打掉的时候 定计差来到了4000左右 小龙马上就还有一分多钟刷新了 看看这刀是什么龙 经过了大龙 这刚才抢折失利的时候 现在SKT逐渐的被对方KT 掌握了场上的一个主动权 而且现在各条线上 KT都是利用着大龙buff之后 全面给到了SKT压力 这个SKT 其实他们带线还算比较快的 现在也不是特别虚 但问题就在于 假如这条还是山龙的话 那SKT这条再不拿 对面倒是打大龙速度会越来越快 就拿龙的速度SKT就不要想 除非 除非blank是 买了康地那个挂 打疯狂偷大龙 你来打我来抢 你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这样 就KT加了 对于整个野区资源的掌控 确实是非常的稳 而且越给这样SKT 视野上面一个压力之后 这边SKT对于野外的一片黑 也不敢轻易的出去 而且在我们说 土龙他打大龙 这个土龙他打大龙快 但其实他推塔也快 这条还是山龙 真的是上来之后不给SKT火龙了 三条土龙的话 SKT感觉一定想震一下的 想决把打得太快了 blank 看下能不能将攻击 已经来不及了啊 那没了 三土龙到手 而且下条还是火龙 而且桑莱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TP招后的 看一下这个位置 有眼一键射过去 桑莱直接TP招后 这边布兰克直接被开 是个变大龙快 大龙快 你扑回去扑到墙上 布兰克要直接被秒了吗 布兰克直接要倒下 飞可在前面也是被罗子收下 那这样的话布兰还在追 直接冲进了二塔里面 W没有定住人 这个时候出发硬国刀过来 哇 硬换棒 棒这个位置肯定是跑不掉了 原地开了一个大方 三人之王之后 桑莱还要塔下硬追 哇 这个位置塔 三塔下要死了 桑莱玩脱了 这 但是现在中路怎么办啊 虽然刚才桑莱玩脱了 但是现在对方直接带着这个兵线 给到中路压力 对 这个高地应该是没了 过后过来守一下 但是单纯卡马一个人的话 并不敢上前 对方举盾之后 哇 一个人顶前排 后面三个人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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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三土龙拆塔太快了 这个阿尔塔和高利亚顺子见叫 这边路口想过来留下 等待自己的一个队友复活 一个巨魔的话也恐难留住对面 这边复活了之后 开始一波 只能把中路的兵线 赶紧往外带出去了 这样的话 在中门大开之后 现在是有7000块的经济优势了 KT这盘的话 现在是真的开始接管了比赛 对 而且手渡三条土龙 下一条大龙的话 感觉KT也是可以找机会偷掉的 还有三四分钟下来大龙一刷 再来看这一波 果然还是神剑太端 布兰克应该是过去帮忙挡箭的 但是他没有看到 桑队的这一波 然后直接把沃夫给尽在了 沃夫和布兰克都是给尽在 那个塔的墩子上 而且桑队的装备 其实打前排不是特别快 所以这个时候 他打在桑队身上 是不能够养 10分钟以后这个节点本来进 就打前排能力就太差 所以接下来跟对方 肯定是不能一块儿 在一个战斗力上 只是这里桑队斗了一下 桑队想 我这场比赛 纳尔表现得这么亮眼 几波大 推的都很关键 我不过来solo你一把 再次在气势上打压你 但是刚才反而是 偷击不成舍巴你 现在SGD的一个CV发育 确实还是比较差的 这两个CV现在打不动 对面的一个前排了 而且打太慢 本来吸血鬼的这个输出 就差点意思 他是那种团战在里面 各种让对方 还不舒服 成了一个这样的作用 而且本来第三件 选择了做一个女妖 现在这个中摊的龙王也很柔 是的 这龙王显然变成龙王了 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开到他了 SKT这边的先手 几乎打在他身上 都会被女妖给吞掉 而且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Scott先决 开始真正队伍 起到输出爆表的那个点 接下来的话 他先决会越来越肥 602的一个数据 而且现在已经有隐磨刀了 接下来 他造成威胁 而能对他造成威胁 哎 有机会 要被秒了一丝血 直接被远前的棒给狙死 那看一下 这一波五位四的一个机会 哎 谁能不能把握住一个柱子卡一下 此过这边应该有闪现 闪现击过强 但是不来不来要追 不来个自急很危险 反准要被击火死吗 还差一下 弄一个大招配合点燃 这边给上一个 一个干锅 没有死 是的 不来和并没有死之后 这边现在还在追杀挡住哈查尼 我龙啊一个跳晕住 那边两人这一波的话 应该不会再深追了 20秒之后还有大龙下路 桑那内一个人单待 但是这个20秒之后的大龙 可以看到对方也是一个 可以完全五个人赶到的 这边SGD没有选择去等大龙刷新 因为毕竟对面 桑那对于这个下路的一个威胁 还是蛮大的 而且中路的超级兵也是高 这个时候最伤的还是中路 因为你中路 你不得不回来进行叶波防守 嗯 下路高下路的二塔也是掉了 那这一波算说杀了对面两个人 但是后续进展不大啊 就是你只是杀个人而已 大龙也还在 你塔还反而被KT 退掉因为你流人能力 确实对于SKT这条体系来说 的话是有点差 是啊 你不能单靠近一个人啊 但是现在刚才做出来的事业也被刺高 这边逐渐的开始排掉这条龙刷新了 SKT的话现在肯定是吃一件掌一只啊 不会被对方再次轻易的抓死掉这条龙啊 而对方现在三条土龙 刚才两条土龙抓死都很快 更别说三条了 但这一波布兰克没有一个易闪现了 他很难开启一个好的团战 SKT现在一定要当心自己在这个 去跟对方这边开始迂回的时候 一旦SKT控好了自己的 进场之后太可怕 路气是一个空怒气 但是这一波感觉他不想用怒气给你打 就直接给你硬开了 毕竟装备差距还是蛮大的 现在还有春哥甲的一个纳尔啊 这边想动大龙 L自己已经被打了两下 这里想动大龙然后被大龙所打烂 现在L现在控制 这边已经射出握库 但是还好布兰克过来掩护一下 反手的话是进入哈萨里哈萨取出盾牌 SKT也没有选择对他揍手 这个暮龙的盾真的要了亲命啊 桑蒂在中路已经是把自己的路气给叠满 是 结果团队可怜要被开了 布兰克又直接被秒了吗 我这个位置 布兰克又几秒 纳尔过来 有闪现的纳尔 没有选择硬追 这边是挂上一个被动 回头应该去抓死大龙了 那这边就非常难打了 而且如果近在外面开出大招 布兰克给挡这一角度大龙应该是掉 他也丢了情况下 谁敢过来抢 对对方打大龙 这跟一棒打小龙的速度一样 瞬间Rush掉 而且下掉而是火龙 SKT会越过越难受 布兰克这把的一个状态有一点点问题 他几波的一个团战都是直接是 走到对面的一个集火点 就是控制 刚才应该是那个区域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自己一个人在我去之后 也是防止对方可能要开拢 对因为他们的这种也只能他顶上去 没有其他人可以顶 他只能拿自己身体去探视野 没办法 因为就他一个肉有位移 如果你让聚魔去的话 那他死就是分分钟死给你看 对因为KT已经是五个真眼 把大龙去的视野完全给封锁住 而且在视频眼上 当时已经没有蓝色视频可以探照 他只能拿身体去探视野 这两个上野肉 现在有个很大的硬伤 就是没有点控 包括是留人的一个能力 想让对方的话 现在只要找到机会的话 一旦把你的肉给推倒的话 后续的输出 KT现在有点不太败 沃尔夫被桑帝给抓住 一片屠龙剑打的实在太痛了 他桑帝也很稳啊 没有选择就深追 现在火龙没了 来一剑再一次射住布兰格 但是后续的一个控制应该跟不上这一波 这边反手要抓 大人再先排墙 这边沃尔夫又要直接没秒了 这边接上一个中的大招 但是后续的队友全部跟上之后 苏武克这个位置应该不好跑 直接被黏刀死 桑帝这张比赛表现无减 实在是太亮眼太高光了 而且刚才在打的时候 双三就直接把后排给卖了 因为如果再打的话 其实有可能会被一副 这边的话就是直接每次都是打一波包围 就是神剑开团 真正是虚荒一山之后 大队还要过去晕打 有冲个甲完全不怂 好要被小平抠起 冲个甲出来吗 在中路现在已经门牙卡 已经拔掉了 这方在 可以说阵亡的三元的战将下 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守得住 这个高地 所以说是换掉一个不笼 但是自己也敞了 而且三队一个满血气逼过来一个大浪 恭喜KT今天率先熬战了31分钟时期